每天買的東西我們都是可以生吃的 我有差 嗨大家 今天是一個競賽的企劃 我們今天到底要幹嘛呢 就是要 打果汁 我們要來比賽看看誰的味覺是比較好的 我們要分別打三杯果汁 然後讓對方喝喝看 看他喝不喝得出來裡面的內容物是什麼 我們會分別買六種水果還有兩種蔬菜 這六種水果兩種蔬菜會分別打成三杯果菜汁 第一杯是四種水果 第二杯是三種水果加上一種蔬菜 那第三杯就是兩種水果加上兩種蔬菜 不限你買的食材蔬菜水果要用幾次 但是一定每一種至少都要用一次 然後最後呢我們就會寫下 對方買的六種水果和兩種蔬菜的猜測是什麼 那當然分數高的那就是贏家囉 那我覺得比較有爭議性的蔬菜水果 我們應該要幫他定一個定一 才不會到時候會有很多爭議 那番茄是蔬菜還是水果 牛番茄算是蔬菜 然後玉女番茄算是水果 那水果玉米算是水果還是蔬菜 蔬菜 為了避免我們不小心偷看到對方買的東西 所以我們會分別初級 那我們就先去採買 現在是我的採買時間 我決定要先去我們家附近的水果店看一下 然後我的計畫是這樣子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不吃小黃瓜嘛 正常的情況下我應該是 絕對不會讓小黃瓜出現在桌子上的 但因為我不想讓他猜出我買了什麼水果 所以我決定這次要買小黃瓜 那水果的話我打算就是走一個比較安全的路線 想要放一些像是蘋果啊桃子梨子之類在甜味的蔬菜 然後可能會加一點檸檬之類的 所以我要去採買了 現在呢是我的採買時間 我應該會以小黃瓜的方式去選購 也就是說我會想要選單價比較便宜的東西 到現場的話我也會看一下 如果有特殊的東西的話我也會臨時動益 目前呢我覺得我有點想放的一個東西 應該會買的就是市價 因為市價真的蠻難去吃出來它的味道的 菜的話呢我覺得就是盡量吃不出來的東西 好那我就去選購囉 我現在發現這裡有這種甜菜根 那甜菜根呢它是可以生吃的 而且它不僅營養很豐富喔 它的味道也沒有很好辨認出來 所以我決定要買甜菜根 突然想到一件事 這個罐頭玉米好像也算是蔬菜喔 然後它比起一般的玉米還要來的甜 這個罐頭玉米好像也不錯 那我決定就買 我的Beat 那個甜菜根 還有這個玉米罐頭 好我們已經採買回來了 那等一下呢我們就分別再開先去備料 在賽前呢先來一個 賽前預估 你這個人呢就是很不喜歡 黑暗料理 你選蔬菜應該不會太難吃 那水果的話呢我會覺得 你肯定會買一些比較中和型的東西 蘋果啊 或者是什麼 不是常見啊橘子柳丁這種東西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有酸度的可能是 葡萄柚 我覺得你一定會買西瓜 而且你還會跟那個老闆講說 你可能只要一半或是四分之一個 沒有任何表情 因為你非常精打細酸 所以你一定會選那個湯味裡面 有比較便宜的水果 比如說像是柳丁 我覺得你應該有買柿子之類的 因為現在是秋天 然後你就會想說 要來個特別一點的 我覺得你蔬菜應該會選一個 就是比較奇怪的 可能有些什麼甜椒之類的 反正等一下就會見真章了 那我們就先分別去備料 等一下我們就直接從第一杯開始 那我接下來就是會用這一套 打我的果汁 第一個是用四個水果 我選用的是這四樣 有存西瓜蘋果是這四樣 因為我們並沒有要蒙一點測試 主要是試味道 還有就是看它的顏色 所以我選這四樣就是 搭起來顏色會看起來差不多 都是橘紅色這樣 其實我有一個計畫 我三種裡面我都要放西瓜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西瓜的味道還蠻明顯的 所以它一定拆得出來 那四個裡面都有西瓜 其他的東西可能就比較難拆一點 比例的話大概這樣子吧 多一點西瓜 那蘋果的話就不要太多 大概這樣子 喔這流程我沒想過就直接擠 看到沒 這個橘子啊 不知道我這樣子一杯喔 在外面要賣這種錢 再來丟一些石子 字子放不多不少啦 至少讓它拆得出來我在幹嘛 我不知道它怎麼大耶 而且沒用過這個 成功了 喔 喝應該 西瓜喝得出來 其實它真的喝不還出來 結束 我把第一杯打好了 好我把這裡收一收 我們就來試喝 拿下 你好 我結束了 我來了 好我剛剛有試喝過 那你沒有過濾是不是 我就不過慮吧 我這個已經 不知道 我覺得我已經要贏了 有點難 是不是 我有喝到柳橙 你少喝一點啦 這個東西超薄的 我來記一下 找到一個是什麼 西瓜子 有個有果皮的東西 決定應該是蘋果 你不能這樣子看 我們是taste test 只是沒有蒙眼的taste test 應該不是酸的東西 因為這一杯完全不酸 你已經用沒了 好 先這樣 我目前覺得你裡面有加柳橙 西瓜 蘋果 看我了 我覺得我第一杯基底想要用 蘋果 巴勒還有柳橙 因為不是有個飲料是巴芒柳嗎 然後柳橙跟巴勒我覺得應該會很喝 然後我再放一點這個火龍果 最後再把它過濾一下 這樣應該就喝不出來 把它放進來 火龍果 巴勒 這個巴勒我剛剛有試吃 就它沒有很甜 好 先放這樣 然後我再把柳橙汁擠下來 就好像可以了 我覺得好像可以了 我把它立出來 好 我過濾了滿滿的一杯 我先把這裡收拾一下 然後等一下請Joy出來喝喝看 現在換我來猜了 奇怪的味道 椒類的味道 我說是那種青椒甜椒那種椒的 應該有奇異果 口感的部分有一個蘋果的味道 然後可是有一股色味 椒類的色味 感覺是香蕉或芭蕉 可能沒有很熟的香蕉或芭蕉 我有點想 目前就直接寫三個 奇異果蘋果是滿明顯的味道 應該是正確的 我真的喝不太出來了 我覺得就是這 這三個 我第四個喝不出來 可能是一個味道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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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顯的東西 有可能是不太甜的芭蕾 目前是喝不出來 好 Kiwi Apple Banana 問號問號問號 接著是你的第二杯 沒問題 現在做我第二個Smoothie 要有三個水果一個 蔬菜 那水果的話 我這兩個會跟剛剛用一樣 西瓜加這個蘋果的部分 然後呢 第三樣我想放一個羊桃 羊桃它有一點酸 然後它的味道有一點奇怪 很酸 因為我剛好試吃過 這個羊桃酸是比較酸的 然後再搭配上這個 玉米罐頭的味道 可能就會吃不太出來 先打西瓜好了 一次把它打碎一點 蘋果來 好嘞 那羊桃也 這樣其實已經算蠻多的味道 好先打這樣 等一下再來放這個 OK 打出來之後呢 我再試試看味道 這個 不要太少不要太多 這個可能要打細一點 要緊勾一次喔 好 這樣喔 一杯 好 我把它清一下 你的第二杯是不是 沒錯 為什麼那個顏色長得一樣啊 我喝一口看 怎麼有個玉米筍的味道啊 Oh I can't tell you anything 我覺得有個玉米筍的味道 Can't tell you anything 還是玉米的味道 Can't tell you anything but 有西瓜的味道 我覺得有一個 我可能不知道好像菠蘿蜜還是 就是那種 很有水分的那種水果的味道 是不是有過濾有差 過濾比較難 我覺得有西瓜 我非常確定今天買東西 我們都是可以生吃的 我有差 哈哈哈哈 真的 知道有個羊桃味嗎 是羊桃嗎 還是菠蘿蜜 我覺得有玉米筍 然後羊桃或是菠蘿蜜 那種罐頭菠蘿蜜的味道 好難喔 而且這個果汁是不是好喝的果汁 哈哈 那我最先選三個 我剛剛也已經選了 西瓜 然後Babycorn 還有羊桃或是菠蘿蜜 那換我的第二杯 接著是我的第二杯 我要放的蔬菜是我的天底小黃瓜 我想說第二杯打小杯一點 因為我們都喝的有點飽了 然後奇異果 因為我想說菜會有點色味 所以就放一點檸檬 加個半顆 再來放一點蘋果 然後我加一點點水 比較好打 我去過濾一下 好 我已經把果汁過濾好了 我去請Joey出來試喝 為什麼又是綠色的 為什麼又是一模一樣的顏色 這個酸度跟剛剛又不太一樣 我覺得這次裡面放的水果應該是比較 沒有那麼有口感的水果 所以我覺得還是有kiwi 有一股酵素霜味 不知道有沒有鳳梨 可是奇異果也會有那種舌頭的感覺 我覺得你應該還是有放蘋果 蘋果它會有一股淡淡的甜香味 蔬菜的話我覺得應該是 顏色應該跟這個沒有差太多 所以應該是白色或是綠色之類的 淺綠色的 所以有可能是黃瓜 有可能是蘆筍 這個可以我下一個我再喝喝看 你要喝喝看嗎 沒關係 我先暫定是蘆筍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奇異果 蘋果、鳳梨還有蘆筍 你的飲料真的很難喝出來 好啦 那我要來做我的最後一個 也就是我們的鼻子 它這個顏色啊 雖然說非常的鮮豔 可是跟那個紅色的火龍果蠻像 不太常吃這個天菜羹 我不知道它的味道大概會怎樣 是加多一點 它剛剛猜不出來 會放一點水 好 把這個擠進來 完蛋了 我已經打錯了 我配合已經打了三個水果 我們加這個 現在趕快加 來 你要再學問一下 怎麼那麼紅啊 我比較要先跟你講一件事情 你說 我剛好 我剛剛不小心多放了 一個水果 喔水裡面是幾個水果 就變成三個水果、兩個蔬菜 那我也放三個水果、兩個蔬菜吧 你怎麼不弄稀一點啊 這個已經加了很多水了 哈哈 哈哈 I don't like the smell Let's try it It's quite nice 這會是什麼beats之類的 我沒有吃過beats欸 它很稠 為什麼 我會是這個顏色這麼紅啊 我第一個吃進去是柿子 我覺得有柿子 而且不是硬的那種 是爛爛的那一種 我覺得可能真的有baby corn 好 我給你一個提示 有一個水果是之前沒有出現過的 你就是這個顏色的水果 哈哈 Don't know 火龍果嗎 我覺得會是這個顏色的 應該就是火龍果 那吃不太到火龍果的味道 我只是因為它的顏色很像火龍果 那裡面應該也有六層 我覺得有四加的口感 有個沙沙的口感 說實話它沒有很難喝 我覺得你可以加多一點水 我現在直接都自己準備都是 柿子跟四加的味道 你一定是加太多柿子了 這最後樣素菜我真的吃不出來 但我盡力了 所以我決定就是先空白 然後等一下我再來仔細回想 到底是什麼 那就換我最後一杯 好的 輪到我的最後一杯 因為剛剛追加錯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變成三種水果 兩種蔬菜 然後因為要加的東西比較多 所以我就小份量加就好 花椰菜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花椰菜會怪怪的 可是如果加一些蘋果醋進去 跟這種十字花克蔬菜 一起打成能壓果汁很好喝 三顆吧 因為只要打一杯 可以放一點奇異果 擠一顆檸檬進來 我最後就放白色火龍鍋進來 下面是蔬菜 所以我加多一點點水 湯我也加一點 好 我已經把我的最後一杯過濾好了 那我現在就去請Joy出來試喝 最後一杯 兩種蔬菜 三種水果 為什麼要是一模一樣的顏色 有剛剛不太一樣的一個 就是最後一個味道 我覺得這個還是有Kiwi 我感覺這次沒有放蘋果的 我覺得蔬菜一定是綠色的 我覺得有 我覺得有小黃瓜 可是喝不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 我有可能買小黃瓜嗎 有可能啊 你這個reverse psychology 我覺得應該就是乳酸和小黃瓜 我覺得有瓜吧 好 我已經確定我的答案了 我來猜囉 我的final answer是 西瓜 柳橙 釋迦 釋迦 柿子 火龍鍋 羊桃 babycorn 還有鱸筍 你有想過 釋迦要怎麼打嗎 沒想過 釋迦每一顆裡面都有種子耶 對啊 好啦 我跟你講正確答案 第一個呢 柳橙 答對 西瓜有 我吃西瓜吃 蘋果有 對 對 我就對了 然後沒有 第一個這裡面的是放柿子 喔 你第一個有放柿子嗎 喔 我其實放很多 喔 真的嗎 好啦 第二個裡面有 西瓜 有 babycorn 不是babycorn no babycorn 然後我跟你講羊桃答對 有羊桃 這一個的蔬菜呢 是 玉米 可是我放的是玉米罐頭 想不到了嗎 欸 你們 好啦 這個 好 這個算0.5分好不好 你這個寫babycorn 我給你算0.5分 好 然後第三個 有放四支 有放四加 所以你四加是怎麼打的 我把紙 一顆一顆挖出來 我好像沒有想得特別清楚 你這個 玉米損錯了嘛 是玉米罐頭 因為沒有火龍果嘛 已經是六個水果了 沒有火龍果嗎 那怎麼會是那個顏色 那就是 那就是 那不是會甜菜根嗎 甜菜根 沒錯 所以你拿了5.5分 我的話全部我就覺得有 奇異果 鳳梨應該有 然後我覺得蘋果也有 我最後說有可能會有 五糖 芭蠟 香蕉或芭蕉 小黃瓜 我覺得你會搞我 另外一個呢 就是 蘆筍 第一杯你只有答對一個東西 就是蘋果 蛤 並沒有奇異果 我放的是柳橙 巴勒跟蘋果 所以那個黏黏稠稠是巴勒的口感 對 但它的巴勒其實沒有很熟耶 是頗生的巴勒 所以我會覺得它有點澀澀的那個感覺 我以為是香蕉的那個鹹味 好第二個 有奇異果 是啦 但是是黃金奇異果 水果是檸檬、蘋果還有Kiwi 蔬菜是Cucumber沒有錯 我猜不到檸檬 檸檬太難猜了 最後一個有Kiwi沒有錯 有Cucumber沒有錯 該不會是白色的蘆筍嗎 沒有白色的蘆筍 但是有白色的火龍果 然後 沒有Pine Apple 可是有檸檬 好那又到你很震撼的來了 第二個蔬菜是 十字花顆的青花菜 OMG 是青花菜 對 至少有四分之一顆 這這 這這 生的花菜 魔鬼藏在細節裡啊 我覺得花菜跟其他水果混合之後 好像味道沒有那麼重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有發現 有一些 東西它其實混在果汁裡面 其實根本只喝不出來 我覺得黃瓜是真的沒喝出來 我是真的沒喝出來它的味道 我只覺得它有綠色 你只有四分耶 我覺得這次的實驗 這次的比賽其實真的蠻有趣的 就會發現很多水果 很多蔬菜的組合其實是好喝的 以上就是證實我是味覺比較好的人 但我是嗅覺比較好的人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趣味影片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喔